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频道 我是 Jimmy Wu 台平洋专业事务所的architect 建筑师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一个topic 但是在我们看我们说我们topic之前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给我们一个赞 然后还在下面可以留言 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我们以后有新的视频出来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 你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资讯 然后下面下来了 我们就开始讲我们的topic 今天又跟大家讨论一个 有客人带过来 我说通道好几次 客人来我们的公司的时候 问我的问题是 Jimmy我有问题出问题了 他是什么 他说我给inspector操牌 他说我做的东西没有拿permit 怎么怎么样 要补一个permit进去 那不一个情况不止一次 我们发生过好多事 所以慢慢的很多人会问 啊 那我做什么才不需要permit呢 好像每一样都需要 我什么才不需要呢 那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什么样的工作 什么样的construction 你需要building permit 或者你需要拿一个permit OK 那大家都很亏偿的啊 紧张或者是注重的 就是那想知道的 哎那我做什么可以不用permit OK 所以我先讲的就跟大家说 什么不需要permit OK 如果那在房子是residential 就是那个普通的住宅 OK 你又在地房子的话 如果你有几样东西可以不需要拿permit的 第一个是你做那个地与三十串高 在你的地外面 你的房子外面 他就讲那个地里面 地与三十串高的 比如说是五天零卧 就是挡土厂 或者是篱笆 fence 地与三十串高的fence 还有是什么呢 那个planter planter就是那个种 呃种树啊种草的那种 啊planter 我讲那种的如果低于三十串就是三 大概是讲到是三块砖 这三块那个我们的八串那就是水泥砖 三块就是两尺 OK 三十串是两尺六 所以如果你加到第四块的话 就会超过了啊 啊三十是两尺 就是如果三十串的话 如果你要大概是要什么多高了 就大概跟我们平常的用的那种餐桌 我们餐桌那么高度小两串左右 很多餐桌呢 是三十二串的 所以如果三十串呢就很就是 比那个餐桌低那么多左右 OK 那个是三十串 或者是跟我们的厨房的counter 厨房那个那个island 或者counter的第六串地那么多 那个就是三十串的 那所有你在外面做的是那 挡土墙也好 planter也好 啊那个篱笆 OK 如果你低于那个高度的话 你是不需要permit的 那还有呢是什么呢 还有另外是连我装了 每个人我很多人是在家里有时候装那种位 那个卫星的电视啊怎么样的 对不对 那种好像一个好像打了扩的那种呢 装到屋顶上面嘛 就是说那一种安装呢也不需要拿 building permit OK 那个是不需要的 那还有另外呢如果我讲到我们房子呢 那那我房子的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拿permit的 那就是说油漆啊 市外的油漆 市内的油漆 里面外面的油漆工不需要拿permit 然后啊那个cabinet cabinet就是那个啊我们的橱柜啊 给你要换橱柜的 是换橱柜不是换星盘不是换那个炉头 我就是抽期哈是换那个那个橱柜的部分啊 橱柜的宽橱柜的话是不需要拿permit 那另外还有什么呢 还有是那个floor covering 就是比如说我地毯要拆掉 换星的地毯或者是宽层式 那个呃呃木头 或者是呃engineer wood 啊那个混合木的那个flooring 或者是宽层其他的地砖等等 那flooring本身是不需要拿permit的 ok那这一三种东西好 那还有呢 如果在啊房子外面 你说有时候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很去那个storage 那个那个呃找事的地方 就如果你在你的后院 你要你要加一个storage 一个shed 中文叫storage shed 是面积是低于120尺的话 ok那你那个小的shed是不需要拿permit 但是如果超于120尺的话 你还是需要的需要permit ok那最后一种另外一种呢 就是啊如果说哎我做修理 就是平常的修理维修的工作 那个部分 那维修部分 如果是我们用同样的材料 类似的材料去换去修理的话 当中的成本那个费用低于1000块的话 给而且是在过去一个月 这过去不是对不起 是过去一年12个月之内 你夸了这是不低不超于1000块 那你就不需要拿permit 可是那一个修理的费用不可以不包括电跟水 如果你牵连到电跟水的话 你就需要permit了 ok那大部分大概是几样东西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如果在住在里面 你在做一个住在里面 然后房子是你自己的话 我building department里面是不需要你拿permit的 可是如果你是住在那个condo 就是大厦里面公寓里面的话 那就是讲法就不一样 因为在公寓里面呢 因为你还取了dpp的要求以外 很多时候里面还有一个法团 就是你那个我们叫aoao 就是你大厦的法团 法团他自己本身还有一份requirement 这是一个条例 你要求每一个owner去遵守的 那你上面的可能就会要求你需要拿permit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些大厦呢 如果你要换地毯换成木地板的话 他们你需要你去拿permit 也有这种可能 所以取了dpp 我刚才讲了就是dpp的requirement 可是但是当如果你是住在condo里面 住在公寓里面的话 那你就再多看一样就是你的大厦自己的规律 那讲完不需要permit的东西以后 那今天我再讲一下 那需要permit的是什么了 那需要permit的有几方面来说 一个是结构就是建筑物的本身 我们当然知道了 如果你盖一栋新房子 当然需要拿permit 比如你盖一个garage 有个结构就是garage 你也需要拿了一个permit 所以是结构建筑物本身 凡是你要做建筑物本身的结构 你都需要 那这个结构还包括什么了 篱笆 哎那这里不是说篱笆不用吗 哎低于30寸以下不要 但是如果你的篱笆 那个fan是在那个pop里的外面 对不对 是高于30寸的话 那你就需要permit OK 还有什么呢 党土长也是 党土长低于30寸 低于30寸是不需要permit 可是如果超于30寸以上的话 你是需要拿permit的 OK 所以如果说planter也是 所以东西如果超过30寸以下 基本上你就需要拿一个permit 那个是结构性上面的要求 然后还有了在你的地外面 有时候我们车从外面开进了你的 你的property要经过drive 对不对 还有行人道 如果你要改动你的drive 给改动你的行车道进来的 给进口啊 那那一种改动 不然是矿阔 比如说矿阔 比如说我在widening 比如说以前旧的drive 可能只有12尺 你要改到哎我想宽一点 两台车可以同时出啊出路 然后20尺 那做那个工程你就需要拿那个permit 那还有这一种呢就是凡是跟电水有关的 你都需要拿permit 因为那building code我们的规范 我们的建筑规范 其中为了你很重要的那个目的 就是要保障公共安全跟公共卫生 公共安全是public safety 给还有就是那个public health 就是公共卫生 那两样的就是电跟那个水 你两样东西的是直接就是牵涉到那个两方面的 比如说如果你做电的时候 如果你的不合不符合规格的话 你可能会引发火警fire对不对 所以呢话说是如果你装水的排屋啊 你装的不好的话 可能会滋生很多细菌 或者引起很多的那个卫生的问题啊 可能引来老鼠老鼠等等的那个卫生的问题 所以这两方面那要做的时候呢 政府一般都要求你需要拿一个permit 然后拿permit以后呢 他还需要你要找一个有牌照的contract的 不管是电的工还是水工来帮你牵牌 就是证明他们负责这一部分 然后也是跟政府保证了他们做的东西就是符合本事 不是那个city的要求 我们或者是说规范的要求的标准 就是说不愧出意外或者是有意外的时候有人可以负责 因为不管是水工电工他们都有自己的保险 所以这一方面呢是city为了保证公共安全公共卫生 所以要规定的凡是你的电水要改的时候 基本上也需要个permit 刚才就说到了吧 如果我厨房比如说我厨房要装修 给我要重新再做我厨房 那如果你是刚刚是换cabinet换那个橱柜的话 刚刚讲了你是不需要拿permit 可是如果你把那个星盘要改把那个炉头 还有其他的洗碗机要改回家洗碗机 你就得需要一个building permit 那不但讲到11G 对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是住在condo里面 住在公寓里面的话那种问题就更大了 因为公寓里面如果你要加水电的话 公寓的permit不是属于因为在我们现在本市里面 它不属于residential不属于平常的住宅 是属于双业类双业类里面如果要拿一个有电工 有水工的permit 它要求更难更困难更多 所以如果有时候他们认为我买了一个单位 我想在单位里面就加一个洗衣机 加个干衣机 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 事实上如果你要加干衣机洗衣机的话 你要拿permit的话过程比较很复杂 而且可能你夸了钱比你夸钱买干衣机洗衣机 更贵就是拿permit给人夸图拿permit的钱 比你买洗衣机干衣机更贵也说不定 因为刚才我说刚才我提到了 那个在公寓里面你安装洗衣机干衣机 是属于双业类的项目 你需要建筑师签名电工水工 不是这样是需要电机工程师 mechanical engine就是机械工程师 两边的人需要的帮你夸图 然后还是要求就跟住宅是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需要更多资料 就是说我更加低调的话 你需要找我们的话 欢迎你随时能够联系我们 然后我跟你想是可以解释一下 今天谢谢大家